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5月4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即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金子金广场升旗礼在港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九星平少将等出席升旗礼, 与2000名青少年到场官礼。 上午八时,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金子金广场上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上升。 今年共有16队青少年制服团队参加升旗活动, 护旗队、升旗队、银乐队皆由青少年组成, 国歌的领唱亦由香港儿童合唱团负责。 升旗仪式结束后,各青少年制服团体代表宣读五四宣言, 随后,主理嘉宾向候选参与升旗仪式的 四名五四七首颁发荣誉几起。 香港升旗队总会训练处处长徐慧山称, 今年总会共派出20余名成员参与升旗里, 其中15名青少年组成方队, 从两三个月前便已开始训练。 此次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五四运动。 我觉得我们的香港的学生真的很努力,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一直在这里做这个彩排, 已经到晚上都是为写一天几分钟的表演, 但是他们不怕辛苦, 就是下课的时候都跑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的也好, 也是值得我们为他们骄傲的, 觉得给他们一个平台, 让他们感受到100周年之前, 就是他们学生对国家的一分情。 我相信今天真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他们感受到这个事情。 今年16岁的陈子生和许宇慧, 皆来自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少年团, 分别担任此次升旗里的升旗手和护旗手。 为了更好地完成升国旗任务, 从三月底开始, 两人每周都要进行三次训练, 每次大约三小时。 陈子生称, 通过训练让他对升国旗的意义 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去训练之前, 其实对升旗背后的历史背后的意义 是没有那么认识的, 但可以透过训练, 我们不断的练习, 更加留意这首国歌, 可以令到我们对中国认识更加深厚。 其实训练一定是辛苦的, 但是我们也都很明白到当中的意义, 还有对我们有很大的得益。 通过训练, 我们不单止对升旗的技巧, 或者车阳旗的技巧更加之熟熟, 其实当中也都在训练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力, 和责任之类。 据悉, 香港新紫禁广场五四升星礼, 由全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筹办, 自2006年举办至今, 已成为香港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